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影响中也是第一次在世界动物台上亮相 比赛开始后 新闻媒体有十分钟的自由摄影设下时间 十分钟之后请大家自觉黑场 范智云的话是中国今年年轻的世界观 范智云年长 对 那个姚志腾是非常年轻的 今年只有15岁 比范智云小两岁 刚刚入断没多久了 是去年入断 是这样 因为点净这个原因的话 所以他们拆完线以后要换下座位 这样可以确保折黑的一方的话等于右手的 右手的话能加一下到右上角 对 今天的棋局是在北京进行的 对 在中国棋院 是 这是范智云 对 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对 此次中国队的阵容呢 包括四位世界冠军 对 有几位是新科的 像周瑞阳 十月 还有范智云 还有我们的陈耀叶 那么另外一位谈笑呢 他是由选拔赛打出来的 是 中日韩三国那个 那个应该是团力锦标赛的话 他每年的 等于说各国的选拔的一个机制度 是不太一样 对 特别是日本 日本的话 他经常是通过奖金的排名来 推优 就推选出各自的 就是说五名棋手 而中国往往是 怎么说是 根据排名和选拔的方式 选拔的方式 然后产生五名棋手 今年的话 中国的话是 四个世界冠军是年选的 对 然后谈笑是 比如说经过 几轮的选拔的话 然后最后的话 进入了这个名单 挺不容易的 只有一个选拔名额 谈笑脱颖而出了 所以说这个 但这一届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日本队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以往的日本队的话 他都是一些老将居多 对 是的 而这次的话 等于说他通过他的选拔机制的话 有两个相对年轻的棋手 入围了 等于说这次世界大赛 一名是姚志腾 对对对 姚志腾的话是98年 很年轻 对 还有一名是安斋生章吧 对对对 他也是85年出生的棋手 由此一来的话 一下子把日本队的年龄 平均年龄的话 一架拉低了 确实 因为以往的话 日本队经常是 好几个70后的 再加上80后的话 最多加上是89年的 景山 玉台 对对对 所以说我也看了一个统计说 目前的话这个三支队伍啊 平均年龄最低的话 是中国队 平均年龄是21岁 因为中国队的话 纪元大将 某个世界观影音的话 都是90后或者是89年的陈小燕 对 而日本队的话 是平均年龄是30岁 不到一点点 韩国队的话是24岁多一点 所以说三支队伍的话 中国队相对而言最年轻 也说明的话 我们年轻其实都更有招 最有招气 没错 过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日本队 首次拍出代表团当中 是90后的棋手 对对对 之前好像一般都是80后的 就已经算很小了 所以说虽然说 今年日本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 但是比以往的年龄也要小了很多 对 重要的是日本队的话 把最小年龄的棋手的 这个位置都会站住了 对吧 因为 96年 对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是那个饭天育肯定最小的 99年 对吧 没想到日本的98年的 是的 那更小了 所以这个记录的话 我想也许不太容易打破了 没错 韩国队今年的阵容也挺强的 他是第一第二 像朴定环和金智希都来了 对 那我们非常关注的 李世时还有李昌浩他们都没有上场 因为他们有四位选手呢都是通过选拔上来的 那么选拔赛当中就有很多的意外发生 所以李世时和李昌浩都没有通过选拔赛 对 最终的话 韩国队的话是把外卡交给了崔泽汉 对 是的 就唯一的一张外卡免选进入是崔泽汉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他们的阵容依然是挺强的 挺强大的 因为崔泽汉是世界冠军 条廷环的话是韩国的第一位也是世界冠军 是的 江东润也是世界冠军 特别是目前的话 韩国比较看好的一名棋手 是金智希 89年出生的 虽然他没有拿世界冠军 但是他的实力的话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没错 好 那我们先来看棋吧 这盘棋 是小贩 纸黑升星 拆到了黑棋 是的 在世界比赛中的话 能让小贩抓紫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对吧 因为他是96年的棋手 所以一般都是年长 特别是都九段之间的话 那么可以大部分的事情 比如说我跟小贩下的话 由于他现在水平比我高 但是抓紫的话还是该我抓 是的 在段位相同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对小贩来说的话 这个 这个也是 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能够掌握到抓紫的权力 刮脚 白棋小飞 白棋小飞 飞起飞 这样的下法的话 在中国流审美疲劳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还是大家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 至少不是中国流 或者是变相中国流 什么迷你中国流 都不是了 都不是了 白棋高挂 高挂 在那 躲 这也是有一段的话 也是流行过一段的 这样的下法 包括白棋 比如说搬这个 是吧 对 退一个 然后 然后加一个 次序是怎么着 等人家煎的时候 再沾什么 那也是流行过一段的 然后再煎一个 挡树 它就盖住它 反正这个下法也没有 说随好随坏 都可以下 你都可以下 反正是一种下法吧 对 黑棋是取地 白棋取湿 雪崩 搬下去 这个也是有的 对 黑棋长一个 长一个 长一个 在这 现在那个小雪崩比较少 对吧 都是大雪崩 要走的话 咱们就大雪崩了 现在很少见到是这个 对吧 这个 也许大家直接研究完的话 认为 这样的话 白棋的话 充分可战 觉得这个黑棋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所以都走大雪崩 现在大雪崩都很少 就是把这个定势 继续下去 比较少见 一般都走一半 然后就该拆就拆 该去干嘛去了 是 大飞挂 它是大飞挂的 大飞挂 这个比较少见一些 少见 这个是 那是小瑶的话 有所研究的一步 嗯 嗯 嗯 那么 翻冰是 震冰 是吧 嗯 就小飞一个 小飞一个 翻冰玉肯定是见多识广 嗯 对于这个 他也不会觉得很吃惊 对 拆 拆回去 嗯 走一拆起来的时候的话 他认为这个花销的话 还是不亏 对吧 就等于当初的话 你直接走这个以后 相当大部分也是花这个 嗯 就他换了一个次序而已 嗯 当然他先挂完这个 再走这个的话 有一定的创意 嗯 说明这个小瑶的话 这个下期的思路还是比较开阔的 嗯 看起来他对于布局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对 他觉得这个配合 嗯 呃更好一些 是 他至少也认为就是说这样的话 也打破了黑气的一个意图 对吧 一个布局的话 没有 行为一个有利的 或者是特别擅长的一个套路 嗯 也是下的比较稳健 也冷静 刮脚 嗯 黑气高挂 在这 嗯 也是拖 嗯 白气拖 也很有意思 大家发现啊 这个 干天鱼也是来一个 顶的一个下法 挡住 挡住 扳下来 嗯 退 白气长 这个跟那个 挺像 挺像 嗯 下到现在为止一样 看他这个打不打 嗯 他打了 嗯 那就一模一样了 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 下一手 嗯 对 这个挡的话也就成型 嗯 是的 因为这些如果再拆的话 这个稍微有点乏味 什么 那边也有纸了 对吧 不管你怎么拆的话 将来的话还得挡这个 是 不如我们先把这个次序 先挡一挡 对吧 先把自己最需要补的地方补完以后 再慢慢的拆 嗯 是吧 因为你直接先拆的话 有可能对方在这边有点文章可做 对 嗯 先把剪辑的下来 嗯 再走一个缓一点 也没关系 不着急 不着急 小剑 而且尖33在这 对 尖33的话也是对实力的话是比较敏感 如果你正常的坐在这的话 那么他就在这边补一个 嗯 嗯 这样是可以考虑 嗯 他就是把你这个黑器的话 往你相对来说的话 没有太大发展地方的话 等于说是 稍微的赶一赶 嗯 因为如果直接火的话 有可能黑器会选择尖这个 对吧 尖33 对 所以他认为这个角地很重要 嗯 先尖到一下 他觉得还不错 嗯 白器先尖 先尖 希望黑器飞起来 嗯 但是实战没有这样下 对 像这个 小贩这个时候打破平衡了 他先尖冲一个 他觉得这个下法可能太平淡了 对 然后黑器也没有什么领先 嗯 是 是 这个尖冲的话 小贩也是下的有点 有点意思 挺有意思的 嗯 其实这个骑情来说 是不是想着直接就加 或者是 加罩可能是有点松滑 他这个紫的距离是不是太近 对 直接加上去 嗯 加罩的话 他肯定担心 他走这个 他火下面 嗯 把这个 担心 嗯 接上 接上 他换起来 嗯 对 他是有点担心这个 所以他取得了这个 嗯 但这个用什么样的用意呢 我可以 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 嗯 因为将来的话 你比如说你拐的话 他退的话 这个 这个 两个交换不着 对 点跟这个 沾 沾你肯定是走 你再点人 肯定冲上来了 不用说了 嗯 如果他尽通这个的时候 白旗如果爬这个的话 啊 那么再加这个 因为根据我们对这个轻型的理解的话 白旗不太可能在这个 是吧 那这个下的这串子太重了 对 所以出来的话 将来比如说你走这个 这个 重视飞起来的话 那可能这边省一手气 对 嗯 没错 嗯 是这样的 所以碰线这样的形状的话 白旗是要这个 对吧 这个 嗯 嗯 所以他是往底下护的 大家记得 可能这样 嗯 当然黑旗走成这样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 怎么说呢 有一定的压力 为什么 这里欠一手气 是的 你万一这边落个后手的话 被白旗这一逼的话 这个就很大了 嗯 因为这一走的话 你这边是你的空 这一逼的话 你这个 一字一薄起 第二的话 你的空没了 对 嗯 嗯 没错 嗯 所以这个尖窗的话 更多是想翻一个组合拳 对 尖窗如果你走这个 他就走 然后再加 走 啊 再走成底下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形式 对 然后他也去 正好 他也去 先不走这边 先走这个 将来 如果你跑出来的话 他这一压 嗯 对吧 你这一挖的话 他就可以把你打回去了 嗯 嗯 比这个好行 是的 对吧 如果你这个的话呢 他需要这个就算了 嗯 嗯 不然这是大概是他一种构思吧 嗯 对 先见通道一下 嗯 是的 实在 把一些贴起来 贴 你看 再 这样 嗯 再加一个 对 他是永远不担心你走下面 嗯 对吧 你走下面的话 我把打吃一粘 然后回到这边来 对 整体的结构不错 对 这两个我总是便宜的 是的 对吧 这总是便宜的 大家看看啊 我还是这个 对吧 板板 走 走 想象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时候如果你再点的话 他肯定从那个了 是 肯定不会走在那 对吧 也不会走 对 总是不可能应那两下 嗯 从这个的时候再加 这个组合拳的的话 也许出乎 小摇的意料之外 嗯 然后排气下了 本局的第一步一问手 沾 沾这个 嗯 沾这个的话是有点问题的 那您觉得它还是糊糊底下吗 嗯 一糊 那有点空 粘在上面 它怎么粘在底下呢 对对对 等于说了 等于说了 黑气的话不太可能这边主动你 嗯 对吧 所以说你沾这个的话 跟这个交换的话 对没有太大意义 对吧 对 而且不会在这头一个 嗯 确实然一沾 烧饭 走 所以这个机型也告诉大家 就是基本上人家夹的时候是不太可能粘到底下去的 是 要不就粘在上面 要不你就糊到底下去 嗯 这是两种比较容易的硬法 是 你粘完以后的话 这个一下子被封住了 是 这出不了头了 对 这一头被封住的话 这一手机价值太大了 嗯 那你这个尖的话就有问题 对吧 还不如我这个 所以说明这个小瑶的话 对这个方面还不是很了解 对 不熟练 对对对 可能这个农心杯的规则 对于他们日本骑手来说 这非常快 嗯 因为是每方一个小时 然后一分钟独秒 只有一次 你不能超过 超过你就超时了 对对对对 因为从那个 所以说从这个比赛的一个时间来说的话 日本 我 我印象中好像是 把农心的就每方一小时骑的话 他的序列列列为慢骑战 快骑战 对 是 对吧 中国是相对来说比较中庸 嗯 叫中快骑 对吧 这个字眼的话 其实很有意思 中快骑 对吧 然后韩国的话 因为他有比较更快的骑 例如中慢骑 是吧 所以说 说明三个国家的一个节奏 对吧 一个用势的一个节奏 小瑶的话 就在昨天的话 嗯 在昨天开幕式之前 我对她也不是很了解 嗯 后来的话 在开幕式的现场的话 我也听了主持人的那个 就是一些问题嘛 问他一些问题 他也自我做了一个介绍 嗯 他是来自中华台北的 中华台中的一个旗手 哦 他是台中人 台中人 嗯 台中人 等于说是他 十岁左右的时候的话 等于说去日本 然后 大概当院生吧 哦 那很小就去了 对 那他今年的话也不小 今年的话也不大 才十五岁 那么他也是经过 四年的一个苦读吧 对 啊 等于说在区院的话 等于成为日本区院的职业棋手 嗯 不管怎么说 入断这一步都是很艰难 很艰难 很艰难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小瑶的话 也是更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话 在那个农兴被选拔 在日本对的选拔赛从的话 能脱颖而出 嗯 再把日本对的话参加的话 我觉得哎呦 这个也是难能可贵 对 嗯 没错 跳一个 跳一个 嗯 这个显然是 白奇在这边的话 应对出现了问题 嗯 而且飞 对 嗯 冲断 嗯 再冲断 断 因为这个 从这个打出来做这样 有点 太过了吧 太过了 嗯 这个应该是从自己的效率来说的话 是比较低的了 是 嗯 这都是源于当初这个接二炉 对 而使的 对 呃 因为这 你接完了能力尝一跳 你几乎没有别的应对方法 你只能这样下 是 是 嗯 接下来 小瑶 小瑶 搬完以后 嗯 再拐 哎呀 更多的出他一种无奈 嗯 无奈 这没办法 嗯 但是 有时候又有个问题告诉我 就是说 为什么要先搬再拐呢 但有一天对方的话 比如说以后把这个吃掉的话 你搬到底下 是不是很酸 对 搬完以后的话 这个黑气就厚了 对 对吧 黑气白多一个眼 等于说你以后搬完以后走这个 对吧 然后你自己再断这个 送眼吗 对吧 为什么搬了才拐呢 为什么不直接拐呢 不明白 那是否搬的时候 当被半天玉挡的时候 他觉得有点难受 嗯 他本来想可能接上做活算了 如果第一的话 关于那段的话 这被挡还是先手 对 还是先手 你不管是粘还是粒 都是挡下来 都是先手 这太痛苦了 这布局阶段 突然跑到这个脚上做一个洗 两个眼的这个活骑 那简直 嗯 无法忍受 嗯 除非就是说你在别的地方有扩大的很大力 那么我这边的话 损一点 损一点 就苦一点就算了 对吧 你别的地方的话也是正常的一个应对 那这局部突然的亏损的话 这么巨大 那么这也肯定是不太好 那这个搬完再走的话 这说明他的话 整个节奏的话是有点变调了 对 有点乱了 有点乱了 确实 看着 黑气现在不过上搬 黑气这个搬的话也是下的相当积极 那完全的这手头走这个的话也是 对啊 也是很好了 大气 嗯 也是很好 因为这一串交换的话 明显把白气压迫在 嗯 二五了 对吧 本来的话 你单飞的话 白气飞 黑气还你这边还得再飞一个 是 对吧 现在的话 你如果你在走的话 就想走一个的话 等于说是 我这边已经走起来了 你只是拍一只单挂 那个小罐子而已 那么整个效率的话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说黑气收手 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嗯 但是黑气 继续 不去不扰 对 嗯 连扳 这个扳的肯定是要连扳的 这个地方 头要按住它 对 因为它这个 这个子已经很轻了 对 去这个 那肯定是黑气所欢迎的 对吧 因为你这个 这还没连上 对 所有的子力的话 都是在 一个架子很小的地方 对吧 你沾我一压 这个 你看这个 中央的辐射 太恐怖了 以后我都恨不得跳到这儿来了 我都不回这个 是 那最客气的话 也是这样子 是吧 嗯 嗯 正常的话 白气应该是退的 退的 嗯 单退 正常是退 嗯 因为黑气再压的话 白气可以扳 对吧 这个 这个 比较普通吧 嗯 现在 但是他可能是 不甘心 不甘心 他想稍微的折腾一下 哇 哇 这个哇的话 这个也得 好好堵一堵 对吧 对吧 为什么什么意思 对吧 这个也是 就是说 小瑶的话 他的一些招法的话 的确是不怎么 走常规的一个 还是说明这孩子 比较有灵气 有想法 有一点想法 是的 嗯 像这个哇的话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哇呢 明明的话 能退会什么哇呢 这得慢慢读 反正我的解读是 如果你扳的 它断 它断打 是吧 嗯 它断这个 断 我以为您说要断那个 走 然后走这儿 肯定不能提了 被它打进去 这不行 嗯 然后我得 它等待你的出照 嗯 嗯 等待你的出照 对 如果你退的话 可能它 这可以把你打成鱼形 这看起来 这黑旗的形状不太对 对对对 嗯 如果你折这的话 它是不是在长处的话 可以可以 稍微的站一站 是 对吧 这个 就是说 它是要利用你这边的 旗形的落点的话 给你稍微的 想点折 对 先把你的旗下的不舒服 你其实下成这样 这旗形也很不舒服 对日本棋手是非常强调旗形的 嗯 他觉得你旗形不好的话 我待会总是能找出你一点麻烦来的 嗯 嗯 这也许是我的解读啊 这个不知道是否正确 但是这个感觉上的话 这是 嗯 等于说是黑白旗的话 等于说是想找一些头绪的下法 对 嗯 在我们那个国家队友训练时的话 中多旗就在看着旗的时候 对 他说哎呦 挖的时候 这边黑气根本就不用考虑 第一个人是打这个 先把它拍住再说 这是就是说 嗯 这就第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头实在是太大了 对 在打完以后 这边的话一下子就是 成为立体的一个形状 对 其他的话就是说 这边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对吧 都很小 这个都可以弃掉的东西 所以这个打是巨大的 是的 所以说大家的话 只要把大局站住 这些小地方都可以忽略不计 没错 所以说打这个的话 第一个 打这个 所以我看到这步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学围棋真的是有好处 就帮你这个细枝末节的东西 你都不要去考虑 对 先把这个大的地方先拍住就行了 嗯 这个地方都是小意思 对 小意思 没关系 嗯 搬 走 再压 下盘提 这个子的话 能空提的话是 抓掉 像这样的话 应该是黑气大成功 对吧 这一说走完以后 你看这边的话也能走住 再能提到一朵花 下太愉快了 太愉快了 这个花的话 一般是提的越早 它的影响力就越大 对 对 走 黑气虎一个 像这样的话 这个黑气的话 等于说是 优势 嗯 现在很大 优势力 确实 而且这个白气还 很恼火 是这地方还 接下来还没渡过 对 对 一手棋还渡不了 你走这儿 冲两架还能打下去 是 是 太不舒服了 这棋型 嗯 你最好的也就是在这儿 这木树也很萎缩 也没几木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 应该是看体育的话 优势比较明显 对 嗯 剪接着 选择了 放弃上面的空 对 这也应该是无奈之举了 对 他觉得这个打入太无聊了 这个已经搬完以后的话 这个显得好像更是无奈之举 因为你如果说打入的话 一般是看着这个地方 比如说 可以二路点它 让它护住 对 这样你就好处理多了 但是你现在点的 那根本就不硬 是 因为这一手的话 这个有一个子一手就做活了 是的 走 飞个 拐 拐起来 跳 但是现在黑棋的模样 比白棋可观多了 对 对 对 这个 如果你再继续围的话 嗯 就跟着走 就行了 嗯 是吧 就这么压压就行了 嗯 张的这个幅度 比你这个幅度好多了 虽然你这也猜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嗯 但是我这个格数 好像是怀比你多一点 然后往上的这个数了 比你多多了 你才到六路 我这都到几路了 八路去了 所以对围不行 那么只有破口 小半的块 接下来很简单 先把这边做活了 嗯 它拆一个 嗯 在这儿 接住 接住 下的很坚实 对 大家知道 这个 既然我这块做活的话 那么接下来 我就是不用这种活气出头了 对 对吧 如果这块没活 你必须出头 那么你要跟人家这样交换 嗯 那你是亏的 实地上先损 对对 我先确保我这碗活的话 我就可以大胆的 嗯 破一个控 对 因为人家来消你的控 你首先又不是要想的 我怎么把他公子 而且要杀掉是不太可能的 对对 你要攻击他 你得有一些得力的地方吧 你得力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先损控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把自己 有可能把自己避上一条绝路 变成要杀人这样 对 这也是小犯比较老大的地方 为什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 明显可以几空 是 又是很大 你说上面的话 十 二十 二十五六木了 对吧 这个白棋的话 好像就是 没找到多少空 这个七木 那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五木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你从这边渡过的话 那么这个有个短 对 你只能算吃了这两个 对吧 这家两个十五木 就是说这所有的空的话 跟这个是差不多搭的 嗯 那么我这边又有花 咱们又有 嗯 角的话 这个明显是黑漆 很简单 对 手手控 把控 差距一拉大就行了 对 而且黑漆其又厚 对 抛开这个指的应数的话 那就是其又厚 控住的 对 嗯 那就是很简单 谁都很喜欢下其又厚 这些下的容易啊 觉得 对 嗯 那么就是 这想点办法 嗯 白漆靠这个 这个靠的话 这个也是 嗯 很无奈 我觉得他下的 很无奈 但是就是说这个靠的话 第一感不像好奇 可是靠在人家花旁边 对 你靠花旁边 因为你 你交换是里面和外面交换 对吧 是的 就是说你交换完以后的话 你是不获利的 嗯 除非比如说你现在能把这个脚上 一马就掏掉 对吧 你通过这几手的努力的话 在这边的话 比没有这几手的话 获利更多一点 但你在走完以后 更多的是一种单观的感觉 对 嗯 那走完以后最大的恶惑就是这边 一边爆了 是 这块旗现在真的有点危险了 有点危险 哎呦 人家多了好几手旗了 三手旗放在这了 嗯 差很多 对 自补 飞 嗯 你看小贩就把这一尖 这个 嗯 这又带着木还带着威胁白旗 嗯 所以下来的话这不活 是啊 这一档 这一档 所以说这个也是 小瑶的话 也不知道他在 嗯 他的出发点在哪 嗯 因为这个贴对方的后 这种后市的话 这个对 效率的话很低啊 他这个旗行呢 是这样的 他如果想度 大概只能度在这儿是最好的 木树上来说最好 就这两个子吃掉 但是问题是现在度在这儿人一圆 然后这冲完了 这这还得不把你冲断 是是 这难受 如果说他爬过 现在冲断暂时没有 但人家一尝 那你这两个子吃不掉 对 这样的 换现是还有 有拖的一下 拿点啊 拖呀 各种收银 嗯 关子 但是这一串交换 给我的感觉很有亏了 是 有亏了 嗯 还不如当初直接走这个 你见的时候我就度过就完了 对吧 我这个还不用损了 对 以后我从这边来 从这边落子 是 显然是这期 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下 嗯 的确是 因为他们有目标 然后空也不够 然后不够 然后这个这个不太好空 嗯 小贩是 走 变一个 变一个 变一个的话 也是保持一定的攻势 对 他可以确保这个 这个跳下来先手 是 为什么呢 如果我跳的话 你不理的话 我是 吃了这个 对 我逼你把这个接着 然后外面再管理一下 你已经快死了 然后有这个先手的话 他这个 对你这边可以稍微的搜刮一下 嗯 所以这个病 白旗不能不硬 不硬的话 已经这块旗 不行了 嗯 贴出来 贴出来 这一把 黑旗长 所以说 白旗每走一步都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效率不是很高 对 黑旗下得很顺利 嗯 很顺手 这旗下的 所以对黑旗来说的话 唯一的就是 在这边的话 还稍微有点看不清 嗯 那其他的话应该都是看得比较清楚 那这块旗回头再加强一下 对对对 把这个不安定因素给它消灭掉 嗯 接着我们可以继续欣赏啊 这个小摇 这个点 也是一部很有创意的旗 通过这个点 试一下你的硬手 嗯 这个这个旗形呢 这个点是 可以说是很容易出旗的一部手镜 对对 嗯 但是这个形状下是不是能出旗呢 嗯 目前呢 因为这边如果是白旗后的话 嗯 这个点的话 好像要出旗 要出旗 比如说你 钉的话 还有走这个 嗯 对吧 走到这儿的 走到这儿的 飞的话这个就不太好了 好弄 已经不好杀了 对对 因为它这边的话 你靠它可以冲 它这个先手 是的 你飞的话它也可以冲这个 当然说 哎呦 这个是不是有 可能有期呢 也有可能 嗯 反正这个旗形呢 就是它要摆成这个样子 嗯 它要摆成这样 嗯 摆成这个旗形 然后你就觉得不太好杀 好像 对对对对 净杀不了至少 对 嗯 但是 前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跳 这就有点陷我了 就现在已经不太好弄 你虽然压到一下 但不等于你压到这下 这块就已经很干净了 是是是 那况且是我跳完的时候的话 你做活得好 现在我把这个 嗯 七八目的话 比如说白捞了 嗯 是啊 嗯 这跳受不了 是这样白切 对 嗯 它现在没功夫去出脚上的旗 所以得先照顾外面 嗯 等于说直接起床的基本手筋 对吧 这个千万不能踢完以后再点 这也太粗了 嗯 这样 沾上 嗯 小翻的话就简单的 把它围住 嗯 所以大家看这个旗形 其实它依然不好 但是弯一个回头 你这有个端 这有个白 对对对 基本弯的话 你只能练回来 嗯 比如断 弯一的话 你要把你这分住的话 你还得 是 嗯 所以当初黑器并在这里 是一个旗形 对 这是一个好旗 嗯 是 在这儿 不 这补完以后的话 这个从这个局部来说的话 是亏的 嗯 为什么这个 这白死一手机 它本来可以 嗯 就是这个形状 你让黑器补嘛 黑器最多盯到这儿 那你这个跟这个 就不用交换了 是 拿掉就是了 是 嗯 这个补完以后的话 那个黑器的空的话 越来越 确定 对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嗯 那么时空的话 明明是黑器拖 对 嗯 白器的话 这边有个落点 这有个弯断它 如果简单的 比如说在拆拆一的话 嗯 那么黑器就简单的 连连回去 把这块器处理好就行了 对 顺着的话 我就这个 哦 我觉得 通过这种空气的话 我顺时连回去就OK了 是 白器先跳断它 这个唯一的一个胜负处了 嗯 黑器靠一个 嗯 大家注意这个 靠的话 也是一些 一个常用手巾 嗯 常用手巾的话 平时做过的手巾 它比如说白器上斑的话 它要长吗 还是要扳住 这个第一感是 扳住的 想扳住它 对 扳住它呢 嗯 白器能打断它吗 嗯 它这样的话 需要稍微计算一下 嗯 这个需要计算一下 但正常的情况应该是 走的 嗯 但当然白器的话 最强的话这个了 是吧 打吃 嗯 火火 火一个 嗯 这个不应该要打的 嗯 然后把这个打了吗 对 对 打了 嗯 打了吃这个 就这样就行了 嗯 如果您再打吃一下 才吃的话 这可能是接的 就这样就完了 嗯 这个不知道 这个 杀器的话 杀器的话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嗯 嗯 它如果这个接牵手 就要冲出去了 嗯 这个接的话 是不是接牵手的话也是 是个疑问 嗯 哦 不一定是牵手 就是有这样一个变速 在正常的骑行的话 其实搬这个的 对 想要搬起来 好像退一个 不太想骑行 嗯 不能再立下去 但是如果搬不行的话 那么退的话也是可以考虑 那实在不行的话 对吧 它就退了 如果你走的话的话 再拐起来 我这种靠靠的话 我这个 在这边 准备搭一个搭一个堡垒 对 把眼搭出来就行了 只要是把这个做活就行了 嗯 那做完活的话 白气是没有 什么样的关子的话好收的 对吧 这边的话都是 都舔了 对吧 你大不了就拐它这个 是吗 我这边爬了做活就 就没什么问题 嗯 实战白气 单长 单长 它搬也没有搬 单长 杀得很坚实的样子 还是看你的一些应手 因为 这样的话 你穿完之外 你就不能走 走这边了 走这边的话 你这边是漏的 嗯 对吧 黑气贴起来 贴 嗯 然后白气拖 拖 嗯 这也是怎么说呢 也是想要的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角局的一个办法 一个手机 嗯 这个骑行 黑气不能乱退 搬了爬进去 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啊 对 对 这样 对 搬爬出的话 也许它会 找到一些头绪 嗯 有可能会出问题 然后在这 比如说它在这边的话 先走几个 把这下下厚 嗯 对吧 然后搬了爬上去 嗯 你这有个断吗 你不能随便乱来 对 是 所以说这小贩的话 这个简单的稍微点点木 认为这就够了 然后退 对吧 白气是有收获的 大家注意啊 白气以后的话 是不用挡这个 直接可以吃掉它 顶回来了 对 顶回来可以吃掉它 是的 嗯 所以这个拖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定的效果 嗯 但这点效果不够 对吧 如果这个 对白气会计轻松做活的话 这点实力的话 不足以挽回败局 嗯 黑旗就长一个在这 对 退一个 黑旗很冷静 切它这个 白气点 对点 它总是要挣扎一下 先搬了 对吧 先搬这个 先搬黑旗 就搬住吧 嗯 感觉是搬了再点的话 好像是调子好一点 但是 黑旗做过应该不成问题 对吧 对 包括出头都不成问题 对对 但实际点完以后 是在考验 小贩对这个局部的 七星的理解 嗯 如果你走这个 那么它翻过 这个白旗是 很舒服了 对吧 这个黑旗的七星的话 显得不是很好 一般下沉这个样子的话 就觉得黑旗好像 不太对 嗯 对对 这个七星 可以在这里对七星的把握 是有问题的 是 肯定是没下队 你才会下成这样 对 小剑 哦 这起原来是尖在这儿的 嗯 因为下手一虎的话 很有弹性 嗯 这很重要 是的 如果你挡的话 比较糊的 对吧 你再跳的话 它这么糊起来的 这个事情 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吧 一下子的话 这个 大家看这个弹性的话 很有弹性的 一下子 是 你如果扳的话 它这边还可以先断你一下 再打一下 嗯 这个 把黑旗 白旗反而不活了 对 就白旗挡的时候呢 黑旗就转到那边去就行了 对 你不要一直想着 怎么去把它吃掉 嗯 因为这个旗形呢 它打滑 它可以单挤挤过的 对 所以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旗形呢 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挤面掉 不然人家挤得过了 是 忙了半天白忙 比如这个 你以为已经吃掉 白旗的时候 是 实际上不行 白旗是有 人家可以挤过 在这儿 嗯 走 接下来 98 嗯 这个 冲了 冲的话 给我的第一感觉 打僵了 对 白旗进入毒秒了 完了以后 长 看小饭 在这个旗形的处理的话 还是相当的 棒的 这个 走几步的话 一看就基本上 活形已经摆出来了 看 是 这吃掉一个紫 一个盐 在底下再做第二个盐 就行了 嗯 然后点 再点 点 贴上 立 一起加一个 这个要杀 还是太困难 基本上没有可能性 杀掉 走 沾上 嗯 这个 这几手的话 这个 怎么说呢 那个局部的话 应该是 亏损的 嗯 因为这个白旗的话 从木树角度来说 是不便宜的 嗯 但它为了 要杀掉这个 要争一下 对 不管如何 要努力一下 如果光是这种收关的话 对方只要补活的话 这气的话 没什么太多的 没什么太多的悬念 嗯 差的很多 差很多 莫术 分一个 打一胶 糊住 你看这个 断掉 只能硬的头皮断了 这也没有办法 嗯 把黑气跳出来 他也不跟你说这种 什么打了卷出去 没有这个必要 对 直接单跳就行了 你跳的话 如果你在那个的话 他顺着还可以 让你再难受一下 对吧 这个你吃还不吃 当然他跳这个的话 已经很简单了 已经可以了 因为你跳的话 我顺势来的话 这又 不是我要跑跑的问题 就是你是有问题的 是吧 你先交代一下 你是怎么活的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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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 说你小了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 把最后的 饱的话 压在 吃这块鸡的上面 嗯 这个显然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太渺茫了 实在是 嗯 断打 断打 很小 饭还是下得 很积极 嗯 走 长鬼来 走 嗯 冲 嗯 是 嗯 这几个多 但是越下的话 损失越大 嗯 走 这外面断点一大堆 在哪里吃得掉呢 这要吃的话 必须得先点眼 不然人已经活了 嗯 这现在不是吃的问题了 就是说你怎么 自己逃跑的问题 因为这步骤的话 可以这一吃 断打 已经 下面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一串的话 等于不淡的话 没有吃到东西 反而自己都损进去了 是的 对 大家注意啊 这个 接在这 这个是先手 玩一个先手 这个还是断点的 对啊 嗯 外面都没好呢 现在还 嗯 接下来小饭的话 也没有太多纠缠 这边的一个 白旗的缺陷 嗯 就是简单的爬一个 把这个收了 这个巨打 巨打 你不是说要顶回去吗 不让你顶了 是 完了以后 我说完以后 我听闻 我这有几个字的话 我在一搬 一打是一张的话 你这块的话 还得忙活 对 嗯 我不说吃你吧 你先得摆两只眼 给我看看 对 在这 嗯 管下来 管下来 嗯 等于这块已经 活了 对吧 一起爬一个 下的很坚实 省得你 跟我纠缠这块 起的死活 对 对 嗯 这块没问题 那么只要 把这块的话 做活就行 是的 是吧 点 点 嗯 这些就接上 就接上 没有用 现在 没有用 走 嗯 最后走一个 走一个 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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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45手 嗯 最后是 那兜子用出了 对 嗯 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用 他点完了 即使你煎 他就管一个就行了 正好冲的时候 我可以顶一个延漪器 嗯 你不要挡住 的虎回去就行了 对 可以 可以大家再稍微 白白啊 这个走 他说这样 虎 虎 虎 我就挡住 挡住 冲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嗯 一定要是顶这个的 你顶完的话 你这边有益器 对 对吧 它是后手断你的 是的 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么一下就 对那一段 对 这个就失掉了 嗯 嗯 但这个这么简单的 嗯 小小方肯定是 一般都不太会出 这样的问题 嗯 肯定是不会出这个问题 就告诉大家一下 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是 然后这里是没有用的 对吧 咱们看看这里有没有用 对吧 因为它这个是有先走异味的 啊 对 嗯 然后它边一个挤 看看顶这个有没有用 顶的话 把黑器是要补在外的 对 我就在外头随便补一个就行 你说咱们补一个 嗯 这白器竟然在这里做不活 是 走哪个都没有 一走这个 我是圆 嗯 对吧 如果这个都被白器走着的话 那还活 这是活性 嗯 这是活性 是的 嗯 所以这两点走不着 对吧 你挤 我咋吃 成 这让白器走的话都是四起 嗯 这是补补和的形状 补补和形状 所以说这里没有问题 这里没有问题 这块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空的话肯定是 肯定不够了 白器有大大的问题 是的 嗯 像这样的话 这个投资认输也是没有办法的 一手 终于没有再坚持了 嗯 其实这起黑器还是下得很顺利 很顺利 顺利 虽然就是说 嗯 小范的话 小范的话虽然比小瑶的话只大两岁 但是这个从一些距离下法或招法的话明显是比小瑶的话老到了很多 对 我觉得我对 我对范庭育这盘棋表现出来明显要技高一筹 对对对 自从那个地方加了白棋一接到二路这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是是是 我想这个这个局部的话也肯定也出乎小瑶的那个意料之外 嗯 因为我想也许他对这个局部的话没有太深的研究 对 而对于小范他们这一批骑手来说的话 这样的下法我觉得在网络上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了 他们在网练 对对对对 因为他就很尖匆的这种 就一一系列的一种下法的话 很熟练 只是说你怎么下我怎么下的话 这应该是小范来说很简单的事情 对 所以说这个从对骑的熟练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日本的年轻骑手跟我们中国韩国的年轻骑手是有很大的差距 对所以我们有个国家对战还是非常管用的 虽然说日本最新成立了一个国家队 但是听说他们也没有就经常聚集在一起训练是吗 对 我是稍微了解了一下 就是说日本国家队的话 它更多的是给大家营造一个气氛 对吧 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在网上对一 在网上 对对对 他们好像有固定时间 比如说我们大家上网去下下棋 对 但是这网练是一部分 但是没有聚集在一起一起摆棋和研究的话 没有办法互相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差很多 对对 特别是他们这个这种网上对局的话 更多是自由的一个选择 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就比如说我列个表 对吧 今天的话你必须得下或者是什么的话 它没有 对 因为就是说日本的话 日本是一个等级的话 相对比较深严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一个大高手 是的 你跟一个下面的水平差的 数段比如说这样 对对你下棋的话 其实从日本人的角度或者日本的话 它是要收费的 对吧 除非正式比赛 对吧 因为本身就有奖励的话 就是说我们如果直到棋的话 我是要有一定的费用的 所以说 比如说那个 咱们再说远一点的话 在日本中国韩国这三个国家 只有日本能做到 就是职业棋手跟业余棋手之间下棋的话 是收费的 中国和韩国都做不到 是的 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和那个有这么一个说是 规矩在那 对对对 就是从他日本的社会性或者是一个那个他有这方面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制约了他们年轻棋手很快的向上发展的这种途径 对对对 不像我们的年轻棋手现在成长的这么快 你想 比如说我们有个国家队的话 经常有些 比如说 前辈们的话 看见一个小孩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了更远一点的 比如说长澳小时候 对 看见国家队的时候 就有许多老师 特别是九段的老师 免费跟他下的 对啊 对吧 这个我想这个条件的话 在日本啊 肯定是逃不到 包括鼓励到国家队的话 哎呦 大家觉得这个小孩很有奇才 我就见过罗喜和跟鼓励的话 这个两个人下十秒 在国家队下十秒的话 我觉得上百般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他们两个人 互相之间都觉得其乐无穷 哎 下下挺好的 不计较这些 鼓励那个时候是 还不行 一个年轻的棋手 有一个小孩 就少年队的那种 对 就是很年轻 那些合作就两个人 跳了很多盘棋 这个 所以正因为有国家队的话 才有这样一个 就是说年轻棋手 跟高手们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 交流的一个平台 对 是的 确实这个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对 那么农兴杯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第十五届了 这个比赛 我觉得也是我们 最想拿到的一个冠军 对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在农兴杯上的成绩 并不是太好 中国队只拿到了两届 日本队拿了一届 韩国队拿了十一届 就可以说 在世界的舞台上的话 还没有 韩国队还没有像农兴杯 那样的话 就是说绝对的优势 是 压倒性的优势 你想中国是两个 日本一个 才三个 是的 他已经十一个了 对吧 这个还是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没错 特别是在目前的话 好像个人比赛中的话 好像中国年轻棋手的话 突飞猛进 特别是今年的话 中国已经拿了四个世界冠军 对啊 我们今年派上场的 这四个世界冠军都是 对对对 然后 RG的话 韩国的话已经被淘汰了 是啊 只剩下三星杯了 所以说这个农兴杯的话 这时候的话 对韩国棋手的话 这个相当重要 但对中国棋手来说的话 虽然我们个人的话 等于说是目前的话 成绩比韩国棋手的话 稍微的领先一点点 但是这个团体的话 也得稍微的加点油 没错 当然很希望中国队能 这次把农兴杯带回家 好 那今天是第一局 明天将进行第二局 由中国棋手 对阵韩国棋手 那么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韩国棋手出场的会是谁 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这几个 像朴廷环啊 金志西啊 崔哲瀚 还有江东润 还有一名就是崔姬勋吧 对对对 可能要到晚上抽签的时候 才知道 可能性的话 因为崔姬勋的话会大一点 相对来说 但是也不排除的话 有一些 等于说是更多的一些考虑 好 那今天的棋局呢 先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